日前 国家交通运输部发布新的路面标线涂料标准 对比之前的标准都有哪些改变的 想了解的朋友点亮免费的红芯和家号 一是增加了环保指标 限制了涂料的VOC含量 击重金属含量 二是增加了有机物含量 高于19% 三是提高了预混玻璃珠含量 不低于30% 四是增加了预混玻璃珠成原率检验 这就要求各大涂料厂 在选用玻璃微珠时 选用向道红玻璃微珠这样 有严格质量标准的产品 五是修改了色度性能定义 六是提高了涂料的亮度因素 七是提高了热绒涂料的抗压强度 六十度时要达到两兆帕 八是提高了热绒反光涂料的软化点 九是修改了流动度测试方法 十是增加了热绒反光涂料 耐热变形性要求 十一是要采用AVAR形容容带 对热绒涂料进行包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